回到選戰的焦點 倒數計時中 各個候選人全力衝刺 在昨天晚間 藍綠兩位總統候選人 一北一南不約而同在搶攻婦女選票 侯友宜到新北參加婦女會時 致辭說明年的1月13號 我們要把這個家的垃圾給清出去 暗奉執政黨就是垃圾 而人在屏東的賴清德誇讚女力之外 也不忘攻擊對手 儘管外頭下枕與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戴給鴨舌帽淋雨進場 支持者也穿著雨衣 拿著國旗搶著汗 侯友宜握手 支持者不畏低溫 飄雨力挺 侯友宜二十一號晚間 参加雙北婦女後援會造勢 致辭時大打溫情牌 侯友宜感性爭取婦女支持 承諾有責任處理 亂七八糟的現況 侯友宜在新北暗奉執政黨是該清掃出去的垃圾 對手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仍在屏東 爭取婦女票大讚 女力也不客氣再轟國民黨 現場支持者揮舞旗幟還高舉自制的布條 究竟寫了什麼 讓臺上賴清德致辭時 也笑得好燦爛 我看了都很感動 除了美國 贏臺灣 還有寫 我愛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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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臨候選人 一北一南造勢 展現出高人氣 黨內大咖也都到場力挺 無論臺上致辭 到臺下和大家的互動 雙方比政見 也比魅力 記者 劉瓊文 許瓊文SNG小組 新北屏東報導